俄乌两军一天爆发了33次战斗后 西方要和谈了 还好美乌反其道而行 给普京批了行 各位好 欢迎来到赵探长的Talk 因为克里米亚大桥再次遭到了袭击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目标实施了新一轮的打击 根据消息显示 在过去24小时内 乌军与俄军共进行了33次战斗 而俄军在过去的一天内试图向库皮昂斯克方向发动进攻 而且是计划夺回敦尼斯克和扎波罗热的失地 这样一个背景下 俄乌局势再度升级 众所周知 乌克兰之所以能够坚持到现在 还能与俄罗斯硬碰硬 关键就在于背后有美西方的支持 按理来说 自联斯基当局应该继续叫嚣猖狂 但其态度开始有了松动 一番了解后发现 这与美西方的态度是有很大关系的 据悉西方国家当前已经向乌克兰施压 希望乌克兰尽快与俄罗斯方面展开和谈 自国欧冲突爆发以来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 如此积极的力挺乌克兰 目的就是想要通过乌克兰来拖垮俄罗斯 现下目的还没达到 为什么就要和谈呢 其实西方国家的这种态度转变 是基于乌克兰战场上的表现的 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地缘正值的计算 要知道乌克兰对西方来说 他们只是地缘战略的一个棋子 而一旦这个棋子失去了利用价值 那么自然会选择重新调整战略 而美西方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已经是有数不清 而且美国是顶着国内的种种压力 也依然是援助乌克兰 可当乌克兰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之后 这种支持您觉得还会继续吗 必然也是会重新要考量的 如果说之前 西方国家看到的是压制俄罗斯 并且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那么现在他们看到的 就是一个无底洞 在不断消耗他们的资源 乌克兰口口声声的说反攻 这结果呢 所夺的领土却不到200平方公里 反倒是俄罗斯 在他们一次次紧逼下 爆发出越来越强的战斗力 丝毫没有要投降认输的迹象 而加上普京此前发出的核战警告 他们也很害怕会遭到 来自战斗民族的核武器攻击 所以与其继续的去填这个无底洞 不如及时止损与俄罗斯进行和谈 也避免出现对他们更加不利的局面 当然西方是真的想要和谈吗 一定不是的 他们就是无奈之举 值得一提的是 就在这个时候 美乌的反其道而行 给普京的幻想又提了一个醒 首先拜登政府再次宣布 向乌克兰提供两亿美元的军援 包括新一轮弹药和战车 从这个角度来看 足以说明至少美国没有想过让战争停止 没有想过让俄乌两国和谈 其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一次讲话当中呢 公开承认了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大桥 实施的攻击 之前怎么都不承认 现在主动承认这是他干的 而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 我们认为泽连斯基当局 是在释放一个危险信号 就是乌克兰要跟俄罗斯硬碰硬到底 那么不管泽连斯基当局 公然宣战的底气是美国给的 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可见美乌这两个主要角色 是没有打算要和谈的 那么既然如此呢 俄罗斯也就没有必要再抱有幻想 或许只有重拳出击 才能够敲刑美乌 好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点赞转发流行的精彩评论